公所内男子前来询问是困补助 似乎遇到困难 气得大声飙骂 火气超大男子干脆离开 一大噪公所人员忙着回应 现场咨询的民众 不知如此电话更是接到手软 询问电话接不完 光是4号当天涌入600多通来电咨询 员工原先的业务全搁在一旁 却因为行政院宣布扩大急难纾困 针对无保工作者发1万元补助金 消息一出公所忙翻了 询问民众暴增也让公所人员 险些忙不过来 像是这位女子原先在八大行业 当任清洁人员 受到疫情影响走解雇 日子很难熬 另外有于申请者像是举牌或卖预兰话的工作人员 都是领现金较难认定收入 为此不少想申请的民众抱怨声连连 都可以申请补助3万块 那我们就是没有多余的钱去缴那个工会啊 那是不是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很不公平 虽然纾困补助6号开始受理申请 但许多民众提早前来询问 公所人员接应不暇 业务几乎停摆 记者杨靖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